75、太陽報 五十歲以上抑鬱者增中風機會 2015年7月8日 港文A16 伊之健 綜合外電報導 哈佛大學公共圈法最新研究發現 抑鬱症可增五十歲以上人士中風風險一倍 即使抑鬱症狀消退 中風機會仍偏高 專家指出 長期嚴重抑鬱可破壞血管健康 是導致容易中風的原因 試次研究說明 即使抑鬱症狀獲改善 受破壞的血管未必可逆轉 研究結果看於美國心臟協會期刊 該項研究評估98至10年間約16000名五十歲以上人士 每兩年調查他們的身體狀況 例如曾否中風及有否抑鬱症狀 12年研究期內 共有1192宗中風個案 綜合調查發現 有嚴重抑鬱症狀者 中風風險是沒有症狀人士的兩倍 曾經出嚴重抑鬱人士 即使情況獲改善 整體研究數據顯示 他們的中風風險仍比從來沒有抑鬱症狀 高六乘六 五十歲以上 六十五歲以下人士 若患有抑鬱 更大機會中風 專家相信 抑鬱與中風的關係 是由於血壓或其他身體狀況的改變 加上大部份抑鬱人士可能有吸煙 瘀酒等惡襲 對血管造成破壞 增加中風風險 感動的是血管造成破壞嗎 洗像是血管造成破壞